港务公司派潜水员水下勘查天使轮现况 渔群油内驾驶舱内座椅 一套已经脱落 填充物也全都露出 就连天花板剥落 管线受水压影响也通通脱落 机电设备全都泡在水里 表面已经陆续生锈 天使轮沉没21天 甲板船身布满厚厚一层藻类 原本是白漆的设备也通通开始锈食 我们委托的还是工程业者 尝试到外海去再做一次潜水检查 是不是有新的漏油状况 不六级天使轮上个月21号 在高雄外海沉没 数百只货柜漂流在海上阻碍航道 也造成500吨油料外漏 考量航运安全疑虑与生态危机 台湾港务公司紧急待为处理 目前预估清除货柜的费用 大约是1亿元 残油处理费用约2亿 港务公司也表示 如果船东想要赖账 已经做好要打跨国官司的求偿准备 天使轮造成海洋生态危机 海保署开出罚单总计才罚190万元 但是迟迟没有收到罚款 后续清理大工程 船东南辞其就得要负起全责 金新闻黄旗杨谢嘉玲 蔡玉如采访报道